来孩子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题 她这一课就是在讨论的Statue of Liberty 赶快告诉我Statue什么意思啊 雕像 嘿你不要已经进入写考题的状态了 你这个字还不会呢 Liberty叫做自由 所以我们本课就是在讲自由女神像 One of the famous spots in the US 它是美国最受欢迎景点之一 is a什么东西 presented by France to celebrate America's 100 years of independence 美国送的啦 不是啊 法国送的啦 法国送给美国 然后呢 要来庆祝他们100年的 independence 好重要的一个字眼哦 我们先从中心字根来看起 depend是什么啊 depend这个字它叫做依赖依靠 而现在我前头加上了一个in in用来表示什么呢 in用来表示否定 所以independence意思就是说 不依赖不依靠 我没有依赖我爸爸 我没有依赖我妈妈哦 我怎样 独立了 所以这边是说 法国他要来庆祝美国 他们独立100周年 所以就送了这个自由女神像 而这个自由女神像 它就是一个什么东西 它算是一个纪念碑 它算是一个纪念的雕像 所以我们的正确答案要填上去的就是 monument 而且我给你讲一件重要事情哦 如果你看到一个单字啊 它开头是有mon 或者是它字里面有mon 它其实就跟 呃呃呃呃 欢迎之笔 它就跟men 或者是mem men 的字根是一样的意思 men mem 都跟什么有关 其实都是跟心是有关系的 好所以纪念碑是怎么样 就放在这边让大家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 不要忘记美国独立的那天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 举例来说啊 心里 呃 我们可以用men 来造出一个字眼 叫做mental 这个字叫做心里的 对不对 这没有问题吧 跟心 是有关系的吧 那这个mem呢 呃 哪里可以再塞 要不要抓下来好了 mem em 放在心里头 我都没有忘它变成是一个memory memory就叫做回忆 ho 这样你就通了对不对 所以呢 mon 跟它是一家人 都代表说要放在心里面 所以要把这件事情 自由独立这件事情 放在心里面 ok 这一题分享到这边